首先来关注希腊公投在即 赞成和反对接受援助配套的呼声不相上下 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银行连续几天关门 令民众的想法出现转变 赞成接受援助配套的一方已经略微领先 希腊将在星期天举行公投 赞成和反对援助配套的两方人马 分别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6000多名希腊共产党支持者 聚集在雅典的国会大厦前 反对政府向欧盟服软 并呼吁人们投废票 另一方面 亲欧盟的民众也积极拉票 呼吁人们投下赞成票 这次公投的结果 相信将对希腊是否留在欧元区铺路 尽管希腊总理一再呼吁人民 拒绝援助配套 但最新民调显示 赞成的一方比反对者略微多出一个百分点 还有近12%的人摇摆不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 如果不实行经济改革 希腊不但需要延期还债和债务减免 未来三年还需要另外500亿欧元 才能渡过难关 请不吝点赞成员